同样是在篮球场上的比赛 不过要比的呢 可是溜冰 这是第58届世界花式溜冰锦标赛 今天圆满落幕了 台湾选手杨思俊 在男子长曲的项目 虽然没能挤进到决赛 不过地主的观众 还是给他热烈的掌声 流畅滑行 很空飞要 穿黑色五衣的杨思俊 在第58届世界花式溜冰锦标赛 男子长曲项目展现身手 尽管未能挤进决赛 他的一举一动还是引起场边热烈掌声 但杨思俊认为受限于场地范围 他会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准 表现不太好 因为练习的时候还 成功率都还蛮高的 然后比赛的时候 高度人不够所以一直失误 这个场地跟国外场地 还有练习场地比起来比较小一点 因为这是以篮球场来设计 所以有些曲子部分 就有时候会撞墙 这次比赛 杨思俊穿上背后绣有苹果的舞衣 舞蹈也融入咬苹果的动作 有向前苹果执行长贾伯斯致敬的意味 我爸是我的编舞词 然后因为我溜这曲子叫贾伯斯 就是那个电影 然后就配合那个咬苹果 就是苹果上面有个缺口那个 杨思俊曾经拿过雅锦赛冠军 但跟世界舞台还有一段距离 他希望借由世锦赛多累积经验 提升自己未来在国际赛场的竞争力 有点TV宣传线杨运欣台北报道